中研院确诊的个案接触者 共有94人要居家隔离 部分被分送到台北两处集中检疫所 连夜进行裁检 目前已有80人PCR阴性 94人当中 66人是中研院职场接触者 剩下的28人非职场接触 有部分人在外县市居隔 右行病毒扩散到社区 周五深夜指挥官城市中和医服会 直径长王必胜到集检所视察 王必胜离开时说 已经加速盘点 并调度集中检疫所 控出量能不是问题 不过本土加医 足迹多接触遍布双北 北市公布于染疫女子 同在中研院的318人中 有两个人有症状 已经用专责计程车 送到中校院区和新北土城医院裁检 而另外同工作场所的人 可能会共用电梯 茶水间和洗手间等空间 根据了解 染疫女子所属的中研院P3实验室 在基因体研究中心7楼 和染疫者同团队的一共5人 职场接触者66人 进行居家隔离 全栋303人 加其他实验室15人 则进行自我健康检测 另外同楼层中 还有前中研院院长 汪启慧的实验室 目前全树人员居家办公 而汪启慧本来周五 要出席在原山饭店 举办的光电论坛 也取消改线上参与 透过助理表示 虽然自身风险低 但还是自主管理 希望让大家放心 TVBS新闻的 虹俊卫才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